您好听众朋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生活在海外 我是文一 很高兴在电波里和您相遇 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受 由于人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 地球正在越来越多的丧失自己的原貌 野生土地的面积也在不断的萎缩 根据《自然》杂志最新公布的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 在世界上目前还剩下的荒野中 70%位于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 拥有荒野地区最多的是俄罗斯 第二是加拿大 北布列丁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系统科学和管理副教授 奥斯卡文特尔 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共同撰写了这一研究报告 研究进行了整整三年 奥斯卡文特尔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 在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之前 人们的普遍看法是荒野荒原非常非常遥远 因此是安全的 不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太多危害 然而在长达三年的研究结束时 他们发现人类活动已经大大改变了地球上 大部分海洋和土地的情况 现在只有13%的海洋和大约23%的土地 仍然可以被定义为野生的 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了从1993年至2009年间 对地球的绘图图像显示 陆地上330万平方公里的完整荒野地区 被工业规模的人类活动所侵蚀 文特尔说 这个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印度 人类进入荒野地区 把这些地区用于农业耕作 或开发为居住区 虽然仍然有一些生物能够存活下来 但许多对人类活动更敏感的物种 就彻底消失了 大量物种面临灭绝 奥斯卡文特尔表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的很多荒野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没有人类活动 当然这与加拿大人口稀少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尽管加拿大的荒野地区 相对来说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安全 但比诗省保护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有超过1500个物种正在濒临灭绝 比诗省政府已经承诺将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出台新的 宾威物种法 11月初一些科学家发表了一份报告 就省政府新法律中应该包含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 科学家们建议 布列丁哥伦比亚大学奥肯纳根校区的 保护生态学教授卡伦霍奇斯说 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要帮助社会找到能够尽量减少人类活动 对环境破坏的途径 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改进 比如可以调整资源开采的地点 这份报告中含阔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 其中包括其他国家保护动物栖息地的 宾威物种法以及严格的指导方针 第十四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这个月将在埃及开罗举行 届时北部列丁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奥斯卡文特尔 以及同行们将在大会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 日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建立一个旅游咨询委员会 目的是制定出一个全国旅游业发展战略 促进旅游业在加拿大经济中的作用 201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150周年 加拿大接待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 2080万人次 2017年的旅游业收入占全国GDP的2.06% 在2018年的前八个月 加拿大接待了1480万国际游客 今年是家中旅游年 来自中国的游客不断增加 去年来加拿大的中国游客人数增加了2.7% 旅游业期待今年的数字更高 加拿大旅游业有180万个工作岗位 促进旅游业目标之一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然而许多雇主已经在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了 加拿大旅游部长表示 他正在与中小企业工会成员 政府其他部门进行讨论 以寻找解决方案 而今年夏天 蒙特利尔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蒙特利尔旅游局表示 旅游行业的经济指标在持续增长 今年的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该组织的报告称 自今年年初到现在 蒙特利尔接待的海外游客的人数 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7.2% 报告还显示 2018年的5月和6月 来自日本的游客人数 比去年同期暴增139.2% 来自中国的游客增长了20.8% 德国游客增长了17.4% 来自欧洲法语国家的游客增长了 10.8% 而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 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从今年初到现在 该机场接待的来自海外的旅客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9% 今年夏天 蒙特利尔的大型音乐节 也比2017年更成功 各个音乐节在魁北克省以外地区的门票销售 都分别增加了12%到18% 另外根据大蒙特利尔酒店协会的统计数据 蒙特利尔岛上酒店 今年6月到8月的入住率为85.3% 每晚的平均房价为212.25加元 地广人稀的加拿大缺的就是人气呀 11月初在爱德华王子岛省的一个小镇镇长选举 收到了媒体的关注 因为没有人愿意竞选新镇长 老镇长阿尔赛德·伯纳德已经连任四届 想要年老退休了 可是没有人接班 还得继续干下去 这个小镇位于爱德华王子岛西南部 叫威灵顿 有人口409人 由于没有人竞选镇长 省政府社区部长值得要求伯纳德再干一计 伯纳德说 他可以再干一段时间 因为小镇目前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继续推进 但他希望能尽早实现与新镇长的顺利交接班 曾经任彼氏省乔治王子市议员的安吉利·梅里克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他说 在彼氏省的适选中 我们也清楚的看到了 有多个市镇的镇长职位无人竞选 我对此感到有些失望 但并不感到惊讶 事实上 加拿大很多小镇都没有人愿意担任镇长 在今年10月 曼尼托巴省的市镇换届选举中 有42%的市镇没有第二个候选人 安大略省有26个市镇无人竞争市镇长职位 在布列甸哥伦比亚省 有30个市镇没人愿意替代现任市长或者镇长 而去年魁北克省适选的时候 大多数市镇长的职位也无人竞争 镇长的职位如此不受欢迎 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工资低责任大选民苛刻 还有工作时间长 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再有就是人们对政治的看法 曾任比之省乔治王子市议员的吉利安梅里克说 小镇镇长的职务就不是一个正式工作 它报酬很低 像我所在的中等城市年薪财3万家元 还没有企业雇员享受的医疗保险等福利 更没有上下班时间 上班要开会 下班还要参加社区活动 连坐下来阅读和研究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作为一名市议员 还要另找一份兼职工作 才能得到某些福利 比诗省乔治王子市 狮子湾镇的镇长卡尔布尔表示说 镇长可是一个超全职工作 对我来说每周七天每天都得随叫随到 有时每周花60个小时准备会议与人沟通 我们还承担了温哥华市政府下达的一些区域责任 比如市长委员会负责管理当地的运输部门 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布列甸哥伦比亚省纳奈默市的市长比尔迈凯 上个月拒绝连任第三届市长则另有原因 他说原来我就知道政治很肮脏 竞选市长的时候就知道 但不知道是这么脏 每天上班的时候你都要在一种 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受到攻击的气氛中 这令人很痛苦 初级市政选举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市民投票的比率太低 就算在市政选举中有人出来竞选 投票的市民也很少 李克夏瑞在十月份的曼尼托巴市政选举中竞选 布尔登市长获得了成功 该市有五万居民是曼尼托巴省的第二大城市 但市民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七 他对此说这是历史上最低的 尽管我不太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应该说我们拥有一种非常进步和积极参与的市区 只是在市长选举上投票率太低 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原来的市议会非常好 人们对市议员的工作非常满意吧 但无论如何 这对民主政治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夏瑞说当市长后才意识到 要承担很多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 而从收入角度看又没有专业职务收入高 虽然薪酬通常只是一个因素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让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 地方政府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敏感的 也应该有相同的地位更加职业化 比诗省乔治王子市的狮子湾市市长卡尔布尔建议说 我觉得现在的加拿大各级政府的选举模式 不适用于小的市政 要么改革现在的选举模式 要么把行政区扩大一些 广袤的加拿大领土适合旅游 但是这个国家需要有好的法律和政府来保护他们自然环境资源 因为这是人类仅存的五个原始生态国之一 保护好原始地球野生生态 比眼前的短期旅游收入意义更重大 美国国务院分享美国网站报道说 10月底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2018年全美火山威胁评估更新报告 它在2005年报告的基础上 根据大量新的勘测资料和研究成果 将美国境内的火山按照可能威胁生命财产 或者造成环境灾难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类 为相关的各级政府制定应急计划提供依据 好消息是一些原来就认为是不大可能再次爆发的凶眠火山 现在被确认是实实在在的死火山 人们今后再也用不着对它们有任何担心了 但是对美国这么大个国家 而且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没有火山威胁是不大可能的 美国仍然有18座火山 现在就面临喷发的危险 其中16座集中于地下火魔蠢蠢欲动的美西地区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 美国具有威胁的火火山 现在有161座 总数比2005年报告少了8座 报告将火山活动可能造成的危害分成5类 威胁程度非常高 威胁程度高 中等威胁程度低威胁程度和非常低威胁程度 威胁程度非常高的火山有18座 从上次报告以来没有变化 其中夏威夷两座 华盛顿州4座 阿拉斯加州5座 加利福尼亚州3座 它在该报告上评分为263分 评分最低的有并列的两座 俄勒冈州火山口湖和位于加州东部内华达山脉的长谷火山 它们的威胁评分是129分 威胁程度高的火山有39座 评分最高的是位于阿拉斯加的奥克莫克火山117分 最低的是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阿格里根岛 威胁程度只有67分 与最具威胁的火山一样 阿拉斯加州也在这一类具有威胁的火山当中数量最多 在39座当中占了30座 至于其他可能造成威胁的中等低和非常低威胁程度的火山 则分别有49座34座和21座 火山威胁的分类标准当中 最重要的指标除了它们的喷发历史和规模之外 就是它周边的居住人口数量和密度 而且这一个指标是逐年变化的 因此也是本次评估报告将它们分类进行调整的依据之一 基于这个主要危害因素 美国大多数火山的潜在威胁和绝大多数居民的关系不大 人口稀少的阿拉斯加州在该榜单的161座火山当中占据了87座 超过一半 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虽然也不少有12座 却主要分布于人口密度不高的内华达山脉和其他山区 还有类似的像俄勒冈州14座 华盛顿州7座 但是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游人向往的风景区 以及吸引许多户外活动 例如滑雪 攀岩 登山爱好者的名声 再有就是夏威夷和北马里亚纳群岛那样孤立的海上岛屿 所以这份报告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制定应急方案的依据 除此之外火山爆发产生的火山灰会随风飘散 在一段时间内对飞机航线带来影响 因此在总评分当中 报告将这一指标单列出来 是航空管理部门制定应急规划的因素之一 由于自媒体的发达 有很多人拍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容颜流出来的现场视频 对于大自然的爱好者来说 火山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很多人都想探究火山的秘密 尤其是它喷发的瞬间 但同时火山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如果你想探究火山的秘密 可以选择去夏威夷的基拉维厄火山去看一看 岛上还有一个火山博物馆 你可以了解详细的地理知识 在欧洲有一个物价最低的国度 每天20欧元就能够玩得超级尽兴 而且它还有不输于德国和瑞士的优美的风景 不定期的还有酒店式说服力 这个国家就是波兰 波兰真的是一个保经磨难的国度 在它的国歌里写着我国绝不灭亡 但是却曾经被灭过三次 而且30年前 它还曾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虽然三次被灭 但它也复国了三次 经历过诸多战争的洗礼 如今终于浴火重生 对于想要到欧洲旅游的人来说 它绝对是风景不逊色 物价更低廉的小众东欧风险国家 重点是 它还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 波兰人都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 历史上波兰还真的强大过 1610年波兰攻入莫斯科 逼得俄国割地赔款 不过风水轮流转 衰落后的波兰还处处掺和大国事务 于是1795年 德国忍无可忍 就和其他两个国家联手 瓜分了波兰 没过几年 法国拿破仑崛起 波兰这时候倒是很有眼力见 向拿破仑谢媚 于是拿破仑一高兴 就让波兰复国了 不过好不容易复国了 波兰还不好好调和和其他国家的矛盾 搞得周边国家都很烦他 于是等到拿破仑兵败滑血炉 波兰又再次被瓜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波兰又复国了 按理说 此时的波兰应该收敛一些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了 然而他又是不能好好待着 每天不做点腰就浑身不舒服 因此在二次大战时候 德国和苏联首先就把波兰给灭了 总结来说 虽然波兰多次被灭 看上去很命苦 但其实都是自己找的嘛 不过目前的波兰状况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零恐怖主义的波兰 在欧洲接受大批难民以前 这里似乎一直是安逸平静的 但是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恐怖袭击 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恐怖主义就像在欧洲各地埋下了许多的地雷 无时不在地折磨着欧洲人 恐怖分子还会特意选择游客多的国家 人群密集的场所发动袭击 这也给游客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这些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芬兰等等 而在欧洲各国人民频频恐惧于恐怖袭击的同时 波兰却享受着风景独好的另一个世界 至今仍然是零恐怖袭击 波兰为何能将恐怖主义隔离开来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与难民有关 波兰外交部长曾经表示 波兰接受来自欧洲的移民 但拒绝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 而且在不久前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成员多米尼克 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道 他认为 波兰之所以安全 是因为拒绝接受非法穆斯林移民 当主持人问道你好像还挺骄傲的时候 他亲司机斩钉截铁的回答 当然这是人民对我们政府的期望 这就是波兰为什么这么安全 连一起恐怖袭击都没有的原因 尽管叫我们民粹 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吧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 波兰常常被嘲笑是欧洲的韩国 其实是因为波兰在欧洲的形象 就如同韩国在亚洲的形象一般 动人的历史 五彩缤纷的建筑 悠闲惬意的氛围 热情的波兰人民 凤凰涅槃的波兰 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 那是一种不同于英法德等热门旅游国的 小众东欧风情 踏进波兰的国土 你就能亲身感受到 这里优雅严谨 浪漫富有活力 培养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肖邦 这里经历了战争洗礼 却没有失去希望 重建的不只是建筑 还有这个民族的脊梁 这里到处是熟悉的欧洲建筑与文明 物价却低的会让你感觉可能来了个假欧洲 大家都知道欧洲的风景很美 当然也都知道欧洲的旅游很贵 动辄好几万的费用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但是在波兰你就不用担心这个 这里不论衣食住行费用都绝对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 比如你在餐厅点一份包括香肠 烤鸡干 烤鸡排 烤牛排 培根 姜黄饭 薯块 以及两种沙拉 如此大的分量 只需要人民币大约56块钱 这里的餐厅不仅不贵 分量还给的特别多 不怕你花太多 只怕你吃不完呢 超市的生活用品也超级便宜 而在巴黎 动辄就2000多块钱的五星级酒店 在波兰的克拉科夫 华沙 只需要500到700左右人民币就可以订到 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轻女民宿 性价比都很高 波兰的景点门票大约是5到10提洛兹 也就是十几块钱人民币而已 还有许多是免费的景点 你把整个波兰的酒店都玩一遍 花的门票钱估计 比在大陆的张家界一张门票还要便宜 华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有人曾经断言 华沙不会重现在人间 至少一百年内是没有希望的 但事实却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勤劳顽强的波兰人 在这片几乎被一位平地的土地上 开出了生命之花 如今的华沙是一座活力焕发的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拥有最新的创意和最先锋的文化 展现着生生不息的姿态 有人认为华沙将是下一个柏林 华沙老城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是按照14至18世纪的样貌 复原重建的新古城 重建后的华沙老城 街道依然繁花似锦 优雅而不是浪漫 那些昔日的宫殿 教堂 城堡 更加显得巍峨壮观 这身其中恐怕很难想象 不足百年前脚下曾是一片废墟 而华沙人民奇迹般的重塑了整座城市 在波兰的首都华沙 由东欧小美国之称 华沙坐落在维斯瓦河的沿岸 自然风光 多姿多彩 华沙的城区新旧交替 新城区呈现出像美国一样的 明快现代都市特色 被人们称作东欧的小美国 而老城的集市广场 是华沙老城的精华所在 这里还有华沙的市标 美人鱼雕像 广场历史悠久 文艺复兴室 巴洛克室 哥特室和新古典主义等 各式各样的风格严肃 给这里的建筑涂上了迷人的色彩 让这里成为老城最迷人的地标 瓦金基公园被称为波兰最美的公园 具有英国园林的风格 因为园内设有肖邦的雕像 所以又被称为肖邦公园 园内宫殿楼阁 持招草地 错落其间 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就像莫扎特之于奥地利 肖邦则是波兰的代名词 在他的故乡华沙 更是将肖邦融进了这座城市的骨髓 随处可见肖邦的足迹 你可以在公园随处看到音乐长椅 按一下按钮就会有肖邦的音乐传出 美妙的音乐足够让你静静的聆听 一整个下午 来到华沙 你所不能错过的就是华沙的儿子肖邦 连黑白琴剑画成的斑马线 都提醒着你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于华沙的意义之大 肖邦公园是华沙最大的公园 因为树立有肖邦的雕像而被称为肖邦公园 公园内有罗马剧院舞台 偶尔会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秀 秋天的肖邦公园景色最佳 不论是夏天还是秋天 几乎每个周日的下午 在公园里的肖邦雕塑像都会开办音乐会 人们坐在草坪上不仅沉浸于秋色中更沉浸在对伟大的音乐家肖邦的怀念里 历史文化之都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十大旅游城市 建于七百年前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历史 在华沙之前它曾经是波兰的首都 当时众多的文化艺术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发展繁荣 成为当时欧洲著名的科学文化中心 天文学家戈白尼就曾经就读于克拉科夫大学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肖邦钢琴曲革命的热血沸腾 可以体会到当年犹太人顽强求生的信仰 领略到历史沉淀带来的平静与大气 圣玛利亚大教堂是克拉科夫地标性建筑 也是这里最高的建筑 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实教堂 由于多年的修缮和加盖 外观更融合了哥特式 唯一复兴式 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 内部装饰也十分的华美 华丽的金箔装饰期间 精美的宗教壁画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虽然教堂一向是庄严肃穆的地方 但是它却是克拉科夫人气最旺的地方 走进教堂后 沉重的大门将外界的喧嚣彻底的隔绝开来 大厅内有虔诚的信徒在祷告 安宁柔和的气息静静的流淌 华威城堡 华威城堡一山而建 是波兰历代国王的宫殿 雄伟豪华精美绝伦 距今有近一千两百年的历史 走进城堡里 各处的摆设无一不展示出城堡的雄伟与繁华 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堡也是一座历史 优远的博物馆 城堡外面的红砖墙与内墙的粉墙相应成去 各处的图腾徽章方言的雨漏都可以找到龙的存在 二战期间波兰几乎被夷为平地 但克拉科夫却未遭破坏 这座城堡也幸运的得以保留下来 维利奇卡盐矿 维利奇卡盐矿是欧洲最古老的盐矿之一 从13世纪就开始开采 现在为波兰国家级古迹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地下盐矿的六层中 只有上面三层对外开放 整个盐矿隧道工程极其浩大反腐 走在里面就像行走于迷宫之中 它不仅是盐矿 还是一座精美绝伦的博物馆 里面的一切都是严作的 精美的旷延雕刻 地下湖泊和地下建筑 震撼着人们的眼球 令人惊奇不已 肖邦 哥白尼 哥德等欧洲名人 都曾经到这里来旅游 而说起波兰最有名的地方 应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了 知道一点二战历史的人 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残酷的纳粹集中营 这是一次沉重的参观旅行 这里并不是一个旅游景点 而是埋葬着几百万人的坟墓 这座死亡工厂位于距克拉科夫60公里的小镇 奥斯维辛 来波兰的旅行者中 有一部分是为了奥斯维辛而来 而另一部分则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前往奥斯维辛 这里曾是二战时期德国在波兰建立的老改营和秘诀营之一 大约有110万人在此遭遇屠杀 其中90%是犹太人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纪念地和博物馆 用历史事实来警示人性中的黑暗面 上个世纪的暴行虽然已经成为过去 但是这座遗迹却将纳粹的一切罪行都记录了下来 这里的一切都保留有痛苦的记忆 看着如今绿油油充满生机的草坪 真是令人对这里发生过的残忍屠杀 感到难以置信 冬季的首都扎克帕内 每到冬季扎克帕内的人口会激增十倍以上 因为有超过30万的游客会涌入这个小镇 扎克帕内最吸引人的就是从12月一直持续到第二年5月的漫长雪季 波兰人酷爱冰雪运动 而扎克帕内就是他们的冬季的首都 在扎克帕内要怎么玩呢 很简单 你就待在滑雪场就可以了 每天从早到晚在雪里自由徜养 嬉戏打闹 玩各种雪上运动 让你一整天下来都觉得没有玩尽兴 无论你在哪个季节前来 站在扎克帕内的乡间小道上 森林湖水仿佛触手可及 小木屋点缀其中 你就能够知道 童话书里的小镇原来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即使不是在游客众多的冬季 这里的美景也依然能震撼到你的眼球 波兰是申根国家 所以中国大陆的华人如果要到波兰旅游的话 需要申请申根签证 如果你在波兰准备待的时间比较长 一定要到波兰领事馆去申请波兰的申根签证 虽然波兰是欧盟国家 但是它不在欧元区 所以呢波兰并不使用欧元 它只能使用自己的货币提罗兹 波兰的境内交通主要以公车 长途巴士 火车或者包车为主 地铁只有首都华沙才有 喜欢欧洲文明的朋友 可以到波兰去度一个开心的假期 生活在海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